我们现在做这个韩国的糖线煎饼 这个是在那种韩国传统市场 或者有一些特别是那种 就是全部都是卖食物的那种市场 因为韩国他们很流行那种大妈市场 不是像说一定是要在那种早上的菜市场才有 他们有那种就是专门就是都是美食的那种市集 那种地方或是一些观光景点 然后都会有那种大妈在卖这些 那他们做法有两种 一种呢有些人是做纯面粉 那有些他们就很传统的话 其实他们是有一半就是会用糯米粉去混这个面粉的部分 那再来的话有两种煎法 一种是用薄薄的一层油在平底锅扒炉 因为一般他们商用就会放在扒炉 那如果你在家里的话 你是自己练习做的吃的话呢 你不是就是要餐厅要用的话 你可以用平底锅来代替 但是记得我们在煎烤的时候有一个重点 那个你要把家用的炉架再叠一层上来 就是用中火的方式离那个锅子不要贴得很近 要不然你很容易里面没有煎熟 然后外面颜色会太焦 那这是一个要煎的重点 就是如果你没有电扒炉的话 或是那种电烤锅的话呢 比如说像舒芙雷松饼机那种东西就可以来做 因为那个有一个好处是你可以一次煎很多个 那如果你自己在家吃到你可以一个一个煎 但如果你是做生意 比如说你的店就是要卖 可能你要配饮料搭配着卖 你要快那个你肯定不可能用平底锅 一两颗一两颗满满煎 这个可以给你们参考 那再来的话呢 就是说你可以用拌油煎炸的方式 比如说那个油大概可以盖过你那个面团 就是那个馅饼的一半 差不多一半左右就可以了 然后因为我们会用东西重物把它往下压 压了之后稍微变扁 扁了之后它就几乎会快接近一公分左右的一个厚度 然后会有点快淹没它 那用油拌油炸的方式呢 去把它这样子煎熟 但是又不是说真的像我们传统那种炸甜甜圈 让整个那么多油不需要 那另外一种就我刚刚有提到就是 那个油是比较一般我们煎蛋的那个量的油就可以 然后去把它两面煎熟 然后你可以有带锅盖或没带锅盖 有带锅盖它循环会比较好 那这几个是一个你在操作上面的工具 跟煎的时候你可以选择性的使用的一个参考 那我已经先把我的酵母放在我的温水里 我们的温水请你不要超过50度 反正我觉得40度它是最适合酵母去 让它苏醒的一个 不管是牛液体还是什么或水 你做任何的面包只要要发酵的 我觉得40度左右的水温是最适合的 所以我已经先把它放在我的温水上 你可以看到它有冒泡泡这种感觉 那就表示它是可以使用 而且它是浮在上面的 这样就是一个很正常的 然后再来我就是先把我的中筋面粉过塞 跟我的糯米粉 不是蘸米粉记得 它刺起来会有点Q弹 主要就是这个糯米粉 然后我是看到有些人做的版本 他们是用纯面粉 但我觉得纯面粉做出来 你真的口感不好吃 它就不是很地道的那种口感 就是有一点点Q 但是不是说像棉糕那种那么绵雅不容易 就是它那个口感你吃得出来说 它不是单纯面粉可以做出来的那个口感 然后现在因为这个小吃 就是真的是年轻人老人家都会喜欢 就是小孩子也喜欢 所以呢像韩国的食品公司 甚至有做这一款糖腺筋饼的玉拌粉 在一些韩国超市啊 或是网路也有在卖 但我个人就是觉得 没有自己调配的这种好吃 然后我们加入一点点的糖 然后盐 然后再来是我们的芝麻 我是用黑芝麻 我觉得白芝麻没有那么好看 然后就带一点点的黑芝麻 如果说你喜欢很多的话呢 你可以加两倍的量 但不要太多 因为你要不然你在煎的时候 就会发现掉很多出来 就是带一点点在上面那种 感觉就是说你的面团有点黑点点 但是其实煎的时候还是会有一个香味的 好 然后我们先把它拌匀了之后呢 那我们就可以把我们的酵母水倒进去 如果你的力气比较小 不善于这样拌 这个的示范方式是为了让你看说 如果你想学这一道 但你家里没有那种面团搅拌机 你可以用手 这是没有问题 因为这个不需要搅到出筋膜 没有这个的需要 那再来的话呢 我会用比较硬的木勺 因为它会开始变黏 然后变很稠 所以呢 我会用比较硬的木勺 刮到你看开始 你就会觉得很吃力 你就会拌不动 然后我们到时候可以适量的 就是慢慢把它拌 拌匀 然后我们的油也可以加进去 然后如果说你觉得有一点点干 因为有时候你用的方式 比如说面粉也好 或者说有时候你凉的 会有一点点误差 当你觉得有点干的时候 你可以适量的加一点点水 那你要加水的时候 请你一汤匙一汤匙的加 不要每次要一次加很多 然后过度了 那我给大家看一下 我们的面团要到什么的程度 会比较是我要的一个标准 好 然后你可以看到 所以就是一般 如果你觉得有一点点干 有时候会觉得 今天的有点干 然后呢 你调整的话 你就是一汤匙一汤匙慢慢加 然后有时候你可能就会觉得 今天就不会觉得很干 然后就可以不用加 那再来 如果说你觉得这个很吃力 你要不要用搅拌机 搅拌机用勾头的 然后只要搅到 你确定它没有哪边 有一块结块的干粉 哪边又是很湿的 只要均匀的这种 黏黏的团状 你看这种颜色 就可以 那如果说 你是用手的话呢 你觉得对你来说太吃力 千万不要用蛋抽 因为你蛋抽的话 你可能就 整个就卡在里面了 然后有一种 呃 国外它很流行一种那种 这种面团 脚面团的头 你可以改用这种 然后 可是这种的话 你要自己 上网看看 有没有在卖 因为有些东西是老师 自己从国外的时候 带过来用的 那因为 国外做这种欧包 它们是很失联面团 跟国内那种软欧 是完全不一样的 然后所以它其实这个专门 就是做欧包啊 那等等的那种 呃 是拌那种比较粘性高一点的那种面团用的 哦 所以呢 你可以这样 再搅一下虾 从底部 然后它是不是就不会像它是在 那种 呃 蛋抽里面 整个卡在里面 你个就弄不出来嘛 所以它这种扁的这种 会比你用木勺那种好用 那我们不需要打到出筋 我只是要确认 有没有哪边的液体或粉 没有很均匀 然后你可以透过老师在搅拌 你看得出来这个粘性哦 你可以看得出来这种粘性 那我就是要这样子的一个稠度就可以了 所以当你的面团 偏干没有到这种稠度 它有点带团状 但是又是粘的 然后会有一点点 拿起来会有点滩下去 这种 差不多 哦 所以 其实老师这边的配方呢 我是用到我们的粉类 然后我兑了大概有 呃 快300毫升的温水 那只是我后来我又加了 呃 就是一点点的水下去 所以差不多 你可以一开始你先加 320毫升 300-320毫升之间 你可以先试试看 然后如果是 杏状跟老师这个一样 那就没有问题 你就不用再调水进去了哦 可以参考一下 然后我今天我准备的这个盆嘛 我本身是在这个搅拌盆里面 然后你可以看到它至少是有这个面团的三倍的空间 我们需要放室温让它慢慢发酵 如果你有发酵浆的话呢 你是可以呃 比如说先设定一个小时 一个小时看看它有没有两倍以上大 这个一定要有两倍以上大 我们才能来进行第二次的呃 比如说包馅料的动作 不然的话你让它发的不够的话 你后面你煎出来你会觉得那个口感好像在吃死面 这样 但我们不是说这个东西煎出来是像在吃面包那种 嗯 完全不一样 但是就是你可以透过呃 就是你可以试试看 如果你没有发的很够 然后你直接来进行监制的话 那个口感觉得不一样 所以呢 我如果是室温的话 我大概至少要两个小时 特别是在冬天 所以你可以两个小时之后你放室内 如果你是家用你没有特别的那种醒发箱 就是放室内 然后两个小时之后你来看它有没有大两倍 如果比较冷 它可能没有大到两倍 你就是要再等这样子 那如果你是商用的话呢 我可以给你一个建议 你可以前一天 呃下班前你把这个面团做好了之后呢 然后但是你要放到足够大的一个醒发箱里面 那我说错了 应该是那个发酵盒 然后或是你要包起来也行 那你一定要包蜜 不然它表面会风干 我们放到冷藏 低温冷藏 就是呃 这种低温慢慢发酵的方式 发到隔天 那你隔天就可以直接拿来包馅 然后来监制 就这样没有问题的 那这样你就不用担心说 万一我是餐厅要用 我怎么可能隔一天当天做 然后我还等它慢慢发 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发好 嗯 如果你又不想增加这个醒发箱的一个设备的话 你就可以前一天打烊的时候 你把这个面团先做好 到这个步骤请你先冷藏 然后我们低温的慢慢慢慢发酵 12小时以上 你隔天来看 它绝对会有你呃 当天做的面团的两倍以上的大小 一定会有的 除非是酵母死了哦 那我们就等它发酵 我们现在来混合糖馅煎饼里面这个糖馅哦 我用的是黄糖 然后呢 你的那个核桃仁请你先把它 如果你买的是生的 请你用150度烤 30分钟左右到40分钟之间 哦低温的方式去慢慢烤 然后把它烤好了之后 变熟的之后呢 你可以把它自己切成这么碎 或是你有那种呃 研磨机你可以自己把它打成粉碎状就可以 如果你要整个粉末状的话 你就打成粉末状 但不要打过头面的 它变成很湿黏 那或是说像这种老师用切的 但切就比较花时间 如果你大量做 我建议你还是用研磨机 然后你喜欢带点坚果的这种口感的话呢 你就不要切得太随机的 那我们这边是熟的 我们先把它烤熟之后 降温了 然后我们再来把它切碎 切碎之后 我们就跟我们的黄糖啊 直接一起搬一起 哦好 然后再来的话呢 那这边还有加到一个比较特别的 他们一定会放的一个 就是我们的肉桂粉 那这个肉桂粉呢 如果说你很喜欢肉桂的味道 你要加老师的两倍的量 我也不反对 我觉得那味道很香 但是不建议你不加 你不加的话你就做不出来 它们那种很传统的那种香味 所以肉桂粉是一定要加的 那你如果说 呃不太能接受很重的味道 你可以先试试看 但是其实很多人吃老师这个配方 他说其实他吃不太出来有肉桂的味道 但是有一种很特别的香气 其实那个就是肉桂跟黄糖 还有坚果 它释放出来的那个香味 然后因为黄糖一般哦 你看它都很容易结块 开封放久的时候 即使有时候你没开封 在潮湿的城市也都是这样 你也可以用手去把它捏 然后你也可以用蛋抽 其实主要是让它跟坚果 肉桂粉拌均匀就好了 那这样等一下你用汤匙去舀 定量的馅到你的 呃那个煎饼里面 要包起来的时候 你可以比较均匀吗 不会说我全部吃到一口都是糖而已 好所以我们现在这个动作 主要为了要让这个糖馅搅拌均匀 然后就可以放在旁边备用 那等于是说你可以在 呃如果你是呃开店的话呢 你我建议你就是 这个糖馅放旁边 面面团我们翻好了就给大家看 一样两倍大就会变成这样子 哦一样放旁边 然后你就可以把它一边包一边下锅 在他们那边的小吃他们是这样做 就馅包就馅下去 直接下锅去煎 但是有另外一个是 如果说你觉得你包的速度没有那么快的话 你也可以先一个一个包好 但是你不要把它放在保鲜盒里太紧 太紧 因为你太近的话可能会黏在一起 所以你可以把它分开来一个一个 然后人家点的时候你就直接下去煎 但其实这种练一下包也没有很久 因为不是需要像包包子那么漂亮 你只要把它包起来 先不要整个会外露很严重就好了 那我们等一下呢 会示范包几个的一个怎么包给大家看 没有特别难 然后包好了之后 我们就准备来热锅要煎 我们现在呢要先把它排气 排气的时候 你可以整只手沾满的油 然后你这样排气 这样比较不会沾 你也可以戴手套 这样比较方便清洁 然后如果你是在家里自己吃当然无所谓 如果你不是在家里自己吃的话呢 我建议哦 你一定要要求你的员工戴手套 对 那这个会有点反光 没办法哦 但是就是示范给大家看 你可以这样都抹了油 背部啊 因为我们现在整个下去了 你看这样是不是就不会沾 所以我们用这种方式先排气 排气好了之后呢 我们把它集中一下 然后让它再静置15分钟左右 稍微松一下之后 我们就可以准备来包这个馅了 所以我先把它排气之后呢 你可以再装一点点的油 然后我们在面团的表面 给它抹上油 这样子让它等一下 你看它会有点沾底部对不对 所以我们表面先给它抹上一点油 你看这样是不是就不会沾了 然后你可以抹在盆里这样子 好了之后 我们把它 确定这个气都有排足 然后让它松弛 15到半个小时 这个没有关系的 或是就是我们做好这个动作之后啊 我就跟你说 他们在那边的小吃 他们都是这个东西就放旁边了 但是会有一个保鲜盒盖子盖起来 要不然会风干 特别韩国很冷 然后糖馅放旁边 人家点的时候我就 其实他们生意很好 只卖这个东西 你看它一直包 然后旁边那个人一直在煎 所以 所以你至少 我这个排气完了之后 我把它集中变成一个面团的时候呢 你就让它至少静置 半个小时 15到半个小时都可以 你就可以开始包 包完就可以直接煎 没有关系 我们现在来教大家包馅 第一个就是 因为像我 不像那种韩国大吗 他们的手真的很大 韩国人比较骨架子大嘛 所以我发现我的手 如果我要把饼放在上面的话 我包出来的馅饼就没办法很大 那如果你想做比较大的话呢 你可以用另外一种取巧 比如说你拿一个小的碟子 姜料 或是像这种 然后呢你先把面团 我们先取多少 上面的话 你看你要做多少的 比如说我这边大概是60克 到80克之间都可以 因为看你要煎大张的 还是小张的 我觉得说其实小小张的还蛮可爱的 但不是说特别小 你一种方式嘛 你手够大 就很简单 你直接把它弹开来 边边可以稍微薄一点 中间不要太薄 免得你很容易破掉 那这是用手的方式 然后我等一下再示范另外一个 你放在小碗里 你看像我的手真的很小 我就没办法再做更大张了 然后就是把我们这个料 可以先压一点下面 你看这个就是手小的缺点 你没有办法包太多的先做太大张 然后我会把它这样拉起来 因为要把馅 沾起来 就是不要 尽量不要沾到外面 然后要 就是要把它密合嘛 你任何方式 你只要可以把它收好 就可以了 然后呢 我们把它 你可以先 底部 底部朝上 就收口朝上放着 先这样子 然后只要去收好 那另外一个方式是这样的 一样 比如说如果说你要做大张一点的话 你用到八十克也可以 这看你自己去调整 然后我这边给你看一下八十克的 然后我这个小碗 你再浅一点的也可以 呃 或酱汁碟 我们把它 拉开来 那你里面记得抹油啊 我这里面是抹油 所以它不会沾 这个就是那种 你手很小 像老师 因为我的问题就是 我没有办法去包很大的 如果说你想做大张一点的饼 的话 然后你看一下 我这样是不是把它 整个弄到侧边好了之后 然后呢 你就把它盖起来就可以 这种方式 也可以 看得到吗 把它收好就好 这样子你就可以做 比较大颗一点点 然后又可以包起来 当然我是觉得不用说 做到一定要特别大颗 因为你这样煎的时间也会比较久 哦 就像我们国内一般的 什么牛肉馅饼 猪肉馅饼那种大小 可是我觉得 嗯 他们一般在那边 如果是小吃店在卖的 都是这种大小 好了之后 你看 把它拿出来 这个就解决了你手小的问题 那你就确定收口 尽量不要有破的哦 这样子你的馅料糖馅 不会说在煎的时候 跑出来太多 然后把它弄好就可以了 然后一样我们就把它放在旁边 这样收口先朝上 我会先收口朝上的方式 大概就这样 所以有两种包法 你只要方便就可以 然后你手大的话 其实就可以直接包 那如果你觉得说 60克的那个饼 对你来说不好包 你可以加到80克也没有关系哦 然后如果你是自己吃的话 没有那么讲究每个的重量大小 就无所谓 你就抓大概只要差不多 就这种量就可以了 然后你看 我只要把它 盖在 这种上面 因为 这个可以解决手小的问题 如果你的手是跟老师一样小小的 不像男生的手大 真的很方便包东西 然后好了 我们就把它 咬进去 这是我自己的解决方式 对 然后韩国大妈 他们那个手很大 所以就没有这个问题 那我们只要把它收口就可以了 弄出来 像汤圆一样 用成圆饼就可以了 就把它收好就可以了 好 渐一下哪里没有破洞 就放起来 这样就可以 好 那我们等一下预热锅子 我们煎给大家看 原则上锅子预热 170-180之间 我现在来示范之间 我是用这种电烤锅 然后等一下我会另外再示范 如果你用平底锅在家里煎的话 要注意的事情 我用电烤锅的话 原则上我只要测温 我是让它在170-180之间就可以 然后如果说你的温度比较高的话 你可以先喷点水 用花灑喷水 让它降温 要不然很容易下去就浇 然后你看我用的油就没有太多 只要均匀就可以 但是也不要用到 只有刷上去那么薄 然后 其实你去 如果你看到视频里 我们这种 一般韩国大妈 它这种是现包 直接下 为什么 这种皮特别软 你如果没有直接下 会有一个缺点 它摊开了 就感觉它好像皮快破了 那我一般收口我先朝上 然后下去之后呢 我们先放 我先让它定型一下 所以一般收口我习惯先朝上 先让它放下去 像我这种 电烤锅啊 或是像扒炉更大 它们就可以一次 煎六颗到八颗没有问题 所以如果你是做大量起来 然后我建议你哦 如果说包不是很慢 你就是现包 现煎会最好 这样它比较不会摊掉 然后摊 它往旁边摊就很容易会破掉嘛 你那个收口它就会弹开来 然后这个是油比较少的煎法的方式 然后油比较多的那种拌油煎的方式 我等下示范给大家看 然后我用平底锅示范 好,然后好了之后呢 我们这边准备一个 因为如果你可以买当那个鸭饼的哦 像我这边我买不到 所以呢我会 一个平的这个东西 刚好它的 比它直径小一点点就可以 差不多直径比如说七八公分 然后一定要抹油 厚厚的这个油呢 然后你这样子 把它这样子压一下 让它有一点点压力 那这样是不是就不会黏在一起了 所以这个是你在家里做的时候 变通方式 但是我会另外给你们链接 一个就是他们韩国做的时候呢 会专门压饼的那种压饼 因为我不知道这个东西中文叫什么 然后你就是这样 这是你在家可以 一定要平的器皿就可以了 然后就这样压 压一下 然后它底部也是受热均匀 然后没有油的话感觉会有点沾 就记得再抹一点点油 这样它就不会 你这样轻轻的一拨 很容易拨开 哦 它就不会那个紧压 就这样 然后你就记得 你的饼大概多大之径 你就找一样的 让你这样压出来 它是会周围会有一点点厚度的那种 呃 我觉得这样蛮好看的 这样轻轻的 这样就可以离开了 只要不沾就可以了 好 然后呢我们就是测一下温 如果有一些收口 因为像我这个是拍摄关系 我得要拍 你们看到我怎么包 然后我怎么下锅 所以我只能分开 不然正常我会建议你们 因为你没有像我这种拍摄的需要 你可以直接包好就下锅 它这样比较这个皮 比较不容易破掉 因为它这种是比较黏的 所以呢它很 湿黏它容易会沾的会摊掉 那好了之后我们看一下底部 它要上色才能翻面 如果还没上色的话 请你就再稍等一下下 然后我们可以加个锅盖 如果你是有锅盖 或爬入你有那种小的那种盖子 就单独把那个饼盖起来 让它循环 那我们先 一分钟 一分钟我们回来之后 看一下有没有上浅浅的金黄色 我们现在呢 我这边差不多多了两分钟 之后 然后我要看一下它那个颜色 就是 因为我们是要来回反复的翻面 让它就是 煎到它熟 然后又上色 外面是脆 所以我们 第二次翻的时候 你可以这样压一下 让它中间受热均匀 那当然你也可以 再接着用这个油油的 这样就是它会 因为它是平的嘛 我们这个铲子没有办法是平的 你这样子可以让它更 就是更均匀的受热 然后再来一样 所以呢 如果你在家自己做的话 我希望你们就是直接 包好就下锅 这样它的皮线是最不容易破的 可以维持得最好 然后你的锅的温度就是 尽量是维持在180左右 19之间都可以 然后如果你是 你做比较少颗 你可以一百七一百八之间 要不然我怕很容易焦 然后像我这个是比较大的 大概有70克的面团 我有做两个版本 我等一下用锅煎的 因为锅子不能放很多 所以我用60克的面团 那像这种的话 我大概都有70克左右 到80克之间的面团 你看我都把它压得很扁扁 它们就是这样子的 一个方式 就是很好吃 然后在煎 所以我闻到很香的肉桂味 你用这种的话 你压的会比较均匀 所以我到时候令券会给你们 你们来得及买就可以 因为老师拍这个的时候 现在过年嘛 物流都停了 就没有办法 所以我变通的方式 就是用这种 你只要找到平底的就可以 直径大概有八九公分就可以了 那如果你是做很小颗的饼的话呢 你可能就要找直径更小的 好 然后一样 我们这边接着 把它另外一面 煎到跟这个的颜色 是一样就可以了 然后你确认一下它的温度 然后呢 我们先计时大概 反正你一分钟可以看一下 两分钟可以看一下 我们现在你看一下 我在我的 如果你家里是用明火 你用平底锅这样煎的话呢 你上面再多叠一个灶台 的那个架子 所以我是把它再多叠一个上去 这样子 让它空间有 那这样子的话 比较不会说就是 太贴着锅 然后里面还没有熟 然后外面已经焦了 那好了之后 我们就把它放进去 然后我这个可以一次先放两颗 一样 我们先把它丢进去 一样你测油温 那原则上 一百七百八左右差不多 不要太高 然后呢有一点点 那个 你就把它捏一下 好 好了之后 再来就是 记不记得我们一样 这个东西是一样用到的 你可以把它 轻轻的挤压一下 让它变扁一点点 然后你一样记得那个 好我们另外一个差不多 它已经熟 我们就让它出锅 然后等一下再给大家看 那个成品 那我这边的话一样 接着教你们 就是如果说你用这种 拌油煎的方式 你看这个油 我压下去之后 这个油差不多已经快 快要接触到我 那个面皮的那个 那个上面 那就可以了 然后你看一下 因为我这个都是已经先包起来 所以它很容易 我们压下去的时候 很容易就会破掉 然后一样压一下 然后我们用这种中火 中小火慢慢煎 把它煎上色之后呢 再翻面 就是一样的方式 那这种拌油煎的方式 你就不用加锅盖 为什么 因为它本身 它是已经有 它的油比较多 所以它是比较容易 就煎透的 那你用油少的话 我会建议你 加锅盖 现在可以节省时间了 好 所以你现在看到 我们只要在锅子里面 保持这个油温 不要太高 不要超过180 到180左右 然后我们就是 中小火慢慢煎 煎到它下面定型 甚至有点点浅 金黄色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翻面 然后来回煎到 我们要的那种 黄棕色 然后外面脆 然后里面就是糖线 然后Q弹的那种口感 就是一个成功的糖线煎 煎饼 那这个的话 其实呢 我个人在韩国 我有吃过这种油煎板 跟这种少油 用铁板煎的这种方式 你如果问我个人喜欢哪一种 卖相来说 一定是扁的那一款好看 然后但是 以口感来讲的话 不论是老外 或者说 就是 即使觉得很油的人 看过去觉得很油 但是其实 一般吃炸的版本的话 他们都是赞不绝口的 所以我建议 因为你同样 这个配方做出来 有很多 大概有10克左右 那你可以两种方式煎煎看 因为你可以看到 我用的小平底锅 我的油量也不会用到太多 所以不会浪费很多油 这样子 但你记得你这个 煎完了这个油 肯定不能拿来炒菜 因为它里面有些糖 可以看到我们现在 就是要煎到这种 两面都是这样的颜色 而且呢 摸起来表面 是有一点点脆壳的这种 那不要煎太过于深 就是这种浅金棕色 就可以拿起锅 拿起锅之后呢 你先放在立网上 大概立个5分钟左右 让它稍微降温 没有那么烫 手是热的 但是不会说你手拿不了那种烫 然后你再服务给客户 我觉得这是比较适合的温度 或是你热的 直接拿给客户的时候呢 或是哪怕你自己吃的话 你自己要小心 因为里面的馅真的很烫 可能会烫上你的嘴唇 所以一般我习惯是 我煎完了之后呢 我会放在立网上面 大概就是 或者放在吸油纸上面 先把它静置个5分钟左右 顺便可以吸掉一面的油 然后再来开始享用 大家看一下我们的出品方式 一般在韩国的街头的话呢 你看到一般在卖这个的 他们一定是用个纸杯装 为什么不用油袋呢 油纸袋有一个缺点 就是你还拿在很烫手上的时候 其实你连手都拿不了 所以我觉得韩国人很聪明 他们就是把它放在这个纸杯里 然后呢我们吃的时候就不会去觉得说很烫手啊 然后我可以握着 但是我又可以咬到这个饼这样子 所以我觉得这种方式还蛮实用的 最后这边介绍给大家看这个呢 是我们用比较多油去用油煎炸的方式的出品 那你可以看到它的厚度是比较厚的 再来呢它等一下我们咬开 你之后给大家看一下 它里面会有一点那种空气感 所以它外面比较酥脆 然后但是里面的那个口感跟弹性还是在 所以这种做法的是我个人比较偏爱的 那你可以两个都试试看看你喜欢哪一种 但是记得你如果是用煎的千万不要煎太久 温度只要是油微塞180 其实它只要上色就起锅 不然的话会煎得太干硬 但是如果你是用这种油煎炸的方式 比较多油的方式去做的话呢 就不用太担心就是会煎得太干硬 因为你可以很明显的把它颜色上色 我们就可以起锅 然后要反复的是去翻面这样子 让它均匀的浸泡在油锅里 öhm 你 有这里 你 你